石油天然气煤炭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 能源危机到底会到什么时候 我们该如何因应呢 带你们快来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治愈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进来非常夯的话题就是能耗双控 但是呢中国这样一个能耗双控的一个政策呢 出台了之后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他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呃是北京当局纯粹的一个要节能减碳碳中和的目标吗 哎好像没那么单纯 那你说哎是因为这个能源的一个价格不断的往上飙高 所以被迫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有可能 那甚至有人有阴谋论啦 觉得说这都是美国老的一个阴谋 那现在呢中国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要阻断美国老的一个手段 那到底呢很复杂啦 各式各样的猜测都有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纯粹要以 一个高这个产业的高度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呢这个能耗双控背后 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简单来讲一句话 就是呢借由这样的一个能耗双控的一个政策 他是要中国趁机 要开始解决的低端企业 让他们产业升级 企业当中的达尔文主义要正式展开了 一些不适任的高耗能的没有竞争力的产业 就让他在这一波能耗双控的一个政策当中 让他自然淘汰 未来呢中国要留下来的都是有竞争力的 独树一格的不会因为电价高 我就活不下去的高端产业 好首先呢我们就要先从最近的能源危机开始讲起 最近啊是万物皆涨啊你看到这个煤炭的价格不断的飙高 煤炭是什么发电最重要的原料 BDI指数也在飙高运价也飙高 你说呢像中国来讲 他有非常大量七成以上的一个发电都要仰赖煤炭 所以呢这些炭啊 除了这个中国自产之外 很多要从国外要运到国内来 那所以呢你这个炭又很贵 运价也很贵 发电成本很高啊 于是呢这个发电成本高那就真的头很大 那除了煤炭跟BDI指数呢都在涨之外呢 像天然气的价格也在涨啊 另外像是这个原油的价格都在涨 能源价格不断飙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力成本 再往上的一个趋势 再来呢再看到了习近平主席进来呢 他也承诺了 他说呢中国啊要在2030年要碳达峰 然后排碳量开始往下走 2060年希望可以达到碳中和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很简单嘛 他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现在的中国未来不再新建 境外煤电的项目了 过去呢在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好多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们 这些国家都接受了中国的融资 然后呢借了中国的钱开始盖基础建设 呃造桥铺路嘛机场啊港口啊电力设施 也是其中很重要一环 所以呢中国呢透过融资 给这些一带一路伙伴国家 盖了好多煤电厂哦 好多国家都是跟中国借钱盖煤电厂 那盖了煤电厂当然就直接影响了 这个排碳量啦排碳量很大 所以呢当中国承诺说好了 以后这样的一个呃这个煤电的境外的项目 我都不再资助他们哇那当然是对地球来讲是一大福音了 但是你说不再用煤炭发电 那你电还是缺口在啊 不用煤炭发电那我用什么发电呢 用相对干净的能源来发电 于是就出现什么状况 出现了天然气大涨价的状况 大家都去抢天然气 相对于煤炭发电来讲 天然气发电它是石化能源当中啊 呃相对比较干净的能源 呃如果你用天然气发电 跟用煤炭发电来相较之下的话 大约它产生的碳排放量 大约只有煤炭的一半 然后呢这个天然气发电的一个 这个排碳量可能又比 核能发电要更高一些 所以它是介于中间 所以很多人形容说啊 这个在呃从煤炭发电啊 这样大家觉得比较不干净的能源啊 比较排碳量高的能源 过渡到完全干净能源 风力啊呃这个太阳能啊 这样的一个完全绿能中间 应该过渡期天然气发电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么也因此呢 大家都在风抢天然气 那就让天然气的一个价格 不断不断的开始往上涨高啊 天然气贵一番天 好了那既然这个发电成本这么贵啊 所以呢中国就趁机的 出台了一个能耗双控的一个政策了 那这个政策呢 当然这个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 呃高耗能的 还有你这个耗能的强度很高的企业 都要被他管控 于是呢就看到了好多这个 像东北啊 然后像是呃浙江啊江苏啊广东啊 这些省份呢 现在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 很多的呃这些省份直接就告诉你了 企业你就不能够再继续维持你的产线 直接就是拉闸这个限电了哦 那这个企业就是哇真的是发疯了 突然间叫我产线不能够生产 当然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了哀鸿遍野 但是毕竟呢这是一个政策 好了那这个政策我们讲到这里 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真的是为了碳中和吗 还是远大的目标在那里 借机要做些什么呢 应该是后者吧 现在我们看到了用这样的一个能耗双控的一个动作 其实呢他可以非常好的促进产业升级 好你说没有电了被限电了产线突然间中断了 到底什么样的产业会受到影响 当然就是你撑不下去的产业 什么叫做撑不下去的产业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要转型 希望产业升级希望把这些非常低端的工厂 劳力密集的这些产业让他去别的国家吧 你去印度吗去越南吗无所谓吗 反正中国希望可以留下来的是 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较扎实的 实力很强大的这些企业 好了那透过这个限电咯 那你真的会适者生存哦自然淘汰哦 如果你的利润非常低 你是永远跟人家杀价竞争的产业 你是同质性非常高的你是竞争非常多的这种企业 哇那你可能完蛋蛋咯 因为一线电你马上你电力成本变很高 那你就跟人家竞争不了 那你可能会被自然淘汰哦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能耗双控 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外溢效果 所以呢他可以让不适合的高耗能的 你浪费我一堆电然后你又赚不到钱 那你干嘛你何苦你回家睡着吧 你就躺平就好了吧 让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可以自然淘汰哦 这可以说是这一次的一个 呃这个能耗双控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环 然后呢就很多人讲啦 这个能耗双控这件事情现在才有嘛 但是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今年的三月份 大家看到曾经在中国有一波的限电 但那个时候北京政府怎么做的 那个时候呢也是煤炭很高啊 发电成本很高啊 然后哎呀电力荒啊要停电了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这个中小企业主 大家都是哀鸿遍野 那个时候的北京当局怎么做的 他就直接我加大煤炭的一个产量 所以我就保工稳价 稳住价格 煤炭不要让他继续往上涨 让所有的小老板们 这个小老板们大家继续赚钱 你的电力成本我不要让你那么高 那这一次为什么不做呢 这一次因为他要淘汰这些低端企业 所以呢这次的停电 不像上回直接从民生用电开始啊 这次直接就告诉你你企业你就给我停下生产线吧 直接让你停工就可以很好的 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用了哦 你撑不过去的你可能就嗯 你看你要不要呃这个好走啊不送啊 你要去其他的地方呃这个去令起炉灶也行啊 呃你在中国这样我就是会限电啊 你撑不下去的你不是一个呃这个非常会赚钱 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你可能就离开吧 呃这样的一个政策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们就讲回来了 那其实呢当然目标还是要做的碳中和还是目标 只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手段呢 可以把这一次的行业做一个大清洗 那我们就看那接下来 如果我的碳中和目标还在 那我还是有发电的一个需求 我要怎么做现在大家都用天然气发电 天然气相对比较干净嘛 那我们看整个中国的一个发电的占比哦 现在呢看到火力发电呢 还是超过了7乘3 那7乘3当中呢 包括了煤炭包括了天然气 但天然气的一个比重已经越来越来越大了哦 大家希望呢可以用慢慢的渐进式的方式 让整个排碳量可以缓缓的降下来 好那所以呢这个天然气就变得 大家都在抢啦 因为不只是中国这么想 现在全世界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需要减碳的一个目标 大家都已经定好一个目标了嘛 所以呢大家都有 大家都想要干净能源 所以天然气就疯抢了哦 哦翻天了 那现在天然气哦 这个产国产量大国 到底是哪些国家 第一名呢 依旧是美国 第二名就是俄罗斯 那除了第一名第二名之外呢 其他的产量其实都不多 呃最多的就是美国 然后再来俄罗斯 美国呢他的产量非常大 是因为他的技术非常好 所以呢他这个开采的技术很好 所以他的产量最大 那现在呢 除了这两个主要国家之外呢 呃其实中国自己也有少量的天然气的开采 但不是那么大 所以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的进口国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往上升 每年每年啊进口更多更多的天然气 给大家一个数字啊 光是在2021年的一到六月 呃光是中国他的进口的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数量啊 就已经是年增三成了 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预估说 可能这个增加的一个幅度会越来越高 因为随着要碳中和的一个这个时间点 跟他的目标啊越来越近 所以呢会要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个天然气 就会呈现不断往上涨 好那现在呢问题就来了 呃需求变多了 那到底中国现在从哪些国家进口呢 从澳洲 从美国 哇如果是中国的朋友听了会不会毛毛的 怎么都是不友善的国家啊 跟他们买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资源 那哪一天美国不卖你了 澳洲又听老大哥的话也不卖你了 那那那那那怎么办 所以呢其实现在啊 这个中国是想尽办法跟俄罗斯买 俄罗斯是一个稳定坚定的朋友嘛 所以呢跟他买当然就是万无一失啦 所以呢这个其实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也有一个中俄的东部天然气的输送管道 叫做西伯利亚力量 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的一个合作项目哦 那这个项目当初的起源也要谢谢美国啦 因为当时的美国就经济制裁俄罗斯 害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又卖不出去 所以呢中国就说没事我帮你 然后呢所以双方啊就弄了一个 呃这个长达30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呢 呃就是双方出钱啦 盖了一个这么这么长的一个 从西伯利亚一路把天然气送到了 中国境内的一个天然气的输送管道 那这个管道啊是 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的项目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 早就已经通气了 现在北京河北他们所用的天然气 都可以直接利用这个管道从俄罗斯送过来 好了那为了未来的天然气也可以接受无余 所以呢现在中俄之间又要再合作另外一个中 俄的西部的天然气的输送管道了 叫做西伯利亚力量2号 所以呢未来啊从东部也会有一个管道 西部也会有一个管道 那现在中国希望可以确保 在整个中国境内的一个天然气 供给可以完全的无余 那就要靠俄罗斯了 那其实呢要靠俄罗斯的天然气啊 也不只是中国 你说是美国的盟友也要靠俄罗斯 那就是欧洲 欧洲呢其实他们的大多数的 一个天然气的来源也都是靠俄罗斯的 但是呢过去啊 你说俄罗斯跟欧洲做天然气的生意 还要看美国脸色耶 美国真的管很大耶 为什么 因为当初啊 这个俄罗斯也是一样签了一个管线 从俄罗斯一路经过乌克兰 经过白俄罗斯 经过波兰 然后一路把这个管线送到德国境内 然后再从德国境内 再拉这个天然气的管线 到各国到荷兰 到法国到其他的欧洲国家 但是呢 途经乌克兰就被卡关 因为乌克兰是美国很忠诚的小弟弟啊 这个这个澳洲小弟那他小弟弟更小一点 好很乖 但是呢所以啊这个美国啊 每一回啊他要卡关俄罗斯 他就跟乌克兰讲 他说你就让他天然气过不来 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就每次都呈现这种被推出去要卡住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的一个角色啊 那当然呢这个对于欧洲来讲你 你们美国要跟俄罗斯怎么样 为什么倒霉的是我们没有天然气可用呢 他就很气 那再来就是乌克兰其实从这个管线要经过他加码他收过路费 他也从中哎 蛮多的利润哦 呃一年呢呃光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管线送到德国 他可以收10亿欧元的过路费哦 那另外像白俄罗斯啊像是波兰 他们各有5亿欧元的过路费 所以呢也是收的这个口袋还蛮保的啦 那这回呢这个为了不让这个美国在从中作梗 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跟德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 大家就要弄一个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呢也是一个天然气的输送管线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就绕过这些讨厌国家了哦 乌克兰这么烦我就把你绕过去 所以以后天然气就不会被你卡关了 那这个北溪二号呢 过去美国也是不断不断从中作梗了哦 但是呢你作梗归你作梗啊 梅克尔就挺住啦 我就是要盖 现在也跟盖差不多了哦 那最后呢这个拜登反正你都盖好了 他再说不要也是没什么用 所以呢拜登政府就说好啦 那我就不不制裁你们啦 呃那就这样啦 那但所以现在北溪二号应该已经是OK没问题 但是呢在中间美国不断从中作梗就出现了一个 让德国非常忌惮 让俄罗斯呢也觉得很心有疑虑的状况就是 美国又不又会不会又来从中作梗啊 所以呢俄罗斯就决定了以后呢不能够光要卖欧洲啊 因为现在呢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三分之二都卖欧洲 他未来呢会扩大对中国的攻击哦 那这个欧洲呢现在也说了哦这个美国真的是哦 伤脑筋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也决定 他们也不能够光靠俄罗斯的 因为谁知道美国还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呢他们也要开始分散他们的一个能源 要进口的一个这个管道要多元化了哦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北溪二号的状况 不过啦这个话说回来哦呃这个中间非常复杂 但反正现在天然气就是未来大家争抢的战略物资 呃接下来天然气的一个涨幅可能还非常非常可为了哦 呃有一个这个估计说到了年底天然气可能从现在的价格 翻两倍三倍上去了那到底会不会翻到一个天边呢 会不会全世界涨电价大家又要缺电呢 中国的朋友啊这个会不会还要在没电可用呢 就要看今年冬天冷不冷咯呃 呃大家说如果冬天很冷的话你就看到北美国家 他们又要跟你抢天然气了那你就哎呀可能又要限电 那如果呢这个冬天没那么冷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比较安心有电可用的度过 不过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去买蜡烛啊 买个蜡烛在家里不管有没有电都挺好用的嘛 如果有电可用呢蜡烛就来这个生日蛋糕 要上插上去没电可用当然就最好用蜡烛那点起来咯 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能源危机 所带出来的中国其实趁机在淘汰它的低端产业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咯我们下回见拜拜